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来到东托邦 但凡对中国历史有那么一丁点了解的人 一定都对商咒王这个名字如雷贯耳 她是商朝的末代君主 沉迷酒色,荒淫无道,宠溺妖妃打己 她用从百姓那里搜挂来的钱财 修筑露台,堆满奇珍异宝 还积糟为秋,留酒为池,玄肉为林 与宫女们整日嬉笑打闹与酒池肉林 最令人折舌的是她还杀人成辟 用袍洛之行诛杀贤臣 还动不动喜欢把人给做成肉酱 似乎人们能想到的种种罪行 在商咒王身上都极其了 可商咒王真的有这么坏吗 最早记载商咒王罪行的史书是《尚书墓室》 这是周五王伐咒时所写的《讨伐席文》 按照古人的习惯出师不可无名 然而这篇墓室中咒王的罪状却只有几条 分别是太听妇人的话,祭祀不认真 不重用同族兄弟 反而让平民百姓甚至是逃犯做官 可是按照今天的观点 这里面的哪一条都算不上是恶行呀 著名史学家顾杰刚先生 曾于1924年在《语司》杂志上 发表了一篇题为 《咒恶七十世的发生次第》的文章 文中指出商咒王的罪行 就是被后世一点点给加上的 战国时增加了20项 西汉再增21项 两进又增加13项 正所谓成王败寇,后世史书很多都是从取代商朝的周人视角来写的 那么在商人眼中末代君主帝心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今天我们就尝试从史书的隐藏细节中抽丝剥茧 来还原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商咒王 3000多年前的某个夜晚 英帝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一带 一名男婴咕咕坠地 大巫师拿甲骨算了一挂 补出他的名字应该叫做兽 兽可不是寻常人家的孩子 他的父亲正是中原霸主商王朝的国君帝义 兽是帝义的三儿子 也是最小的儿子 当时没人知道兽会是未来的王位继承人 兽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新 登基之后他自称帝心 可后世史书却更多的用咒王来称呼他 另一种说法是咒是侮辱性的称呼 东二十编撰的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释中 对咒一字的解释是 残忍捐毅曰咒 意思就是无恶不作的坏蛋 这里我们还是用他的本名兽来称呼他吧 兽出生时 商朝已经出于国力的迅速衰退期了 故元前1066年左右商汤灭下 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从此建立 很快商朝便成为了黄河流域的主要统治者 甲骨文字和成熟的青铜冶炼技术是这一文明的标志 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武丁时期 商朝国力达到了巅峰 武丁与王后富豪四处征战 商朝版图不断扩大 但盛极必衰 武丁争新之后 商朝的繁荣就一去不复返了 与此同时 一个西边部族周正在悄悄崛起 周人士畸性部族 发祥于关隆地区 也就是今天的关中甘肃宁下一代 原本他们是游牧民族 商朝晚期 当时的周族首领古宫胆富 率领族人迁徙到了渭河流域的周园 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宝鸡一带 这里土地肥沃 水草风貌 周人在这里扎下了根 并投靠了东方大国商王朝 此后的近百年里 周人在周园滋生人口建设成意 并不断地扩大领土 连续击败了散距在骑山西北的 混仪西戎部落 周边小国纷纷归附 古宫胆富去世后 其幼子纪利成了新的周族首领 纪利紫城赋业 继续开疆阔土 先后蒸伐了西洛 鬼戎 燕京之戎 渝无之戎等戎人部落 解除了周边戎族的威胁 受到了商朝的看重 大约在公元前1108年 商王文丁任命纪利为牧师 意思是西部牧羊人之师 周成了被商朝所承认的西方诸侯之长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 周人所在的关中平原 与殷商王朝所在的中原平原之间 隔着一个太行山脉 周族领土的扩张 只是利用了商朝势力 所无法覆盖的无用之地 可是当周部族的领土范围 远远超过了其他殷商蜀国 成为了仅次于殷商的第二大经济体势 周与商之间的关系 就开始变得微妙了 对于商朝来说 太行山脉西面的关中平原 以及与之相连的山西黄土高原 虽然是无用之地 让诸多分散的部落用用也无伤大雅 但是这些地盘如果全部归了周部落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史料记载 当激励打下了山西的最后一块土地后 商王室派使者通知激励 要求他来印度觐见商王文丁 殊不知激励这一去 就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故乡周园 很多史书上都说 是商王文丁故意设计 擒杀了激励 但这种说法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 在之前的多期视频中 我们都曾经提到过 近百年的时间里 周与商一直都是合作共赢的关系 周族充当的是 商王室西部代理人的角色 为商王朝捕获人生 平定边陲之乱 无缘无故诛杀方国首领 这相当于逼着诛方国造反 商王文丁不可能愚蠢到这个地步 更何况根据竹书级年的记载 激励与商王文丁的那次会面 起初是一片祥和的景象 激励将大量战利品和人生 献给了商王文丁 文丁赐予了激励美酒佳肴 并授予了他比牧师更高的爵位方博 如果文丁真的想要杀激励 又何必这么大费周章呢 不过好吃好喝招待之后 文丁还是将激励软禁在了一个 叫做赛库的地方 文丁这么做 应该是想一面安抚周人 一面迫使他们停下 继续扩张领土的脚步 只是没有想到年事已高的激励 在被软禁的过程中 竟然克死他乡了 这可能才是文丁杀激励的历史真相 但不管怎么说 激励之死都让商人与周人之间的梁子 就此结下了 激励死后 激励的儿子激昌 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 成了周族新一任的首领 彼时周族部落的实力 与商王朝相比依然差距悬殊 周族不敢贸然撕破脸 激昌在位期间为求自跑 采取了与父亲激励大举扩张 完全不同的收缩政策 不再去碰关中平原以东的任何区域 任由此处再次回归成为 殷商与西荣游牧部落之间 安全缓冲的无主之地 新一任的商王弟义 也就是瘦的父亲 也拿出了足够的诚意 他把女儿嫁给了文王姬昌 这是商王氏与周部落 唯一的一次正式联姻 是今大雅大名还收录了这段美谈 并将其称为天作之河 但天作之河的下一句 大邦游子欠天之魅 似乎又暗藏玄机 大邦指的就是殷商 欠字是一个人在看 表明大邦殷商将女儿嫁到周 其实就是来暗中监视周族动向的 一个欠字倒出了平静的表象之下 也是暗流涌动的 公元前1076年弟已去世 他的小儿子瘦 成了新一任的商王帝心 但帝心继位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帝心上面还有两个哥哥 威子启和威仲也 根据吕氏春秋和帝王世纪的记载 帝心与两个哥哥乃是同母所生 但其母在生威子启和威仲也时还是妾 后来被立为了王后 然后又生了帝心 商朝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 当时的太史官根据理法 坚持认为帝心才是正儿八经的嫡出 应该立帝心为四 也有一种说法是帝心的父亲帝乙 就偏心他这个小儿子 不管是出于太史官的坚持 还是帝乙的偏心 总之帝心是登上了王位的 而大哥威子启对弟弟的继位 却十分不满 他认为自己才是那个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这段关于帝心登基的小插曲 为之后历史的走向埋下了伏笔 太史官坚持要求立帝心为四 可能不仅仅是处于法典上的根据 也是因为帝心确实有帝王之相 群子飞相片和史记《英本记》中都说 帝心长相高大俊美力大无穷 能够徒手动猛兽 四肢发达但是头脑并不简单 财思敏捷能言善变 帝心接手伤王朝时 他面临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政局 内有神权贵族集团对王权的挑战 外有势敌东夷以及周边各部落的虎视丹丹 帝心的目标非常明确 那就是巩固王权铲除外敌 并带领整个殷商部落重回盛世 为此他实施了一系列的新政和改革 首先他打破了是清是录的贵族臣辽世袭制度 启用有能力的非贵族平民 选拔官员为财适用 这就是牧师中骤王帝心 让平民甚至逃犯做官的罪状的由来 帝心选拔的人才中最有名的是 非联 厄来 费仲等人 而他们无一例外都被后世形容为了奸臣 宁臣 实际因本记中说 费仲善于阿谀奉承贪 商朝人都不喜欢他 提到贪财 西周时期也有一个人和费仲一样 被冠以了号立的名号 他便是周立王时期的荣一公 荣一公之所以有号立之名 是因为周立王命他进行财政改革振兴经济 改革过程中不免会动到贵族接济的蛋糕 关于荣一公的骂名自然不绝于耳 那么费仲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呢 韩非子中还记载有一段帝心和费仲之间的对话 费仲劝帝心杀了西伯姬昌 帝心不解说道 西伯侯乃仁义之君为何要杀他 费仲说 帽子再破也是往头上戴的 鞋子再华丽也只能往地上踩 西伯姬昌就是个做臣子的 却羞仁义而人心归附 今日不除日后必将成为祸患 费仲反复劝说 但帝心仍然不愿意杀了姬昌 从这段记载中 我们可以大致读出来两个信息 第一 费仲他是非常有政治远见的 而且他的一切决策 都是从商朝的角度出发的 誓死效忠伤亡事 第二 帝心宁愿承担日后的风险 也不愿诛杀仁义之君姬昌 可见帝心并非是残暴不仁的昏君 关于鄂来和非联 史记莫子等史料中也都称 鄂来是英勇善战的勇士 非联角力好善走 他们其实是一对父子 父子俩都对地心忠心不二 与鄂来非联废众的恶名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 威兹齐笔干姬子的盛名 这三人后来被史书称为 殷墨三人 这背后的原因很有可能是 威兹齐在周五王伐咒的过程中 充当了卖国贼 给敌国送了情报 成了周朝的大恩人 周朝及后世便大为称颂他们 关于这里面的细节 我们稍后再说 笔干和姬子都是地乙的弟弟 也就是商周王地心的叔父 他们在地心时期 一个任商朝少师 一个任太师 但他们的政治立场 都是偏向地心的哥哥威兹齐的 史记中记载了一次 威兹齐和姬子 以及笔干之间的对话 事情的原委是威兹齐 看弟弟商王地心 是越看越不顺眼 自己又没有机会取而代之 抑郁的想要自杀 于是便去找他的两位叔父 去吐苦水 笔干比较沉稳 一言未发 而姬子则给了长直威兹齐一些建议 他说现在国家很乱 你是老大不能泄气 要死也要等到 把国家治理好了再死 还是先回自己的封地 去迎人几年吧 威兹齐对地心 取而代之之心 几乎是人尽皆知的 但即使是这样 地心也没有对大哥 威兹齐赶尽杀绝 这是后世很多人均也很难做到的 除了敢用人 地心还搞起了户籍改革 他开放了殷商成义 允许流民落户 这在当时绝对是冒天下之大不韦了 因为逃到殷商成义的流民 都是其他部落的奴隶或者农民 在奴隶社会 奴隶就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 地心收容其他部落的流民 就相当于动了诸方国的蛋糕 得罪了不少人 相反的周温王姬昌则实行的是有王荒月的清查逃亡奴隶的举措 根据左传的记载 姬昌不允许周部落藏匿任何逃亡的奴隶 一旦发现有逃跑的奴隶 便把他们抓起来送还给原来的主人 让奴隶从此不敢逃跑 就是跑了也无处安身 这项举措得到了诸多奴隶主贵族的拥护 对巩固周的统治和孤立商朝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百姓自愿脱离原属部落 来到殷商成义选地心做他们的新主人 其实就是在用脚投票 如果地心真的那么残暴 导致民不聊生 又怎么会有人来投奔商朝呢 地心的另一项颠覆性心政 是用祭祀歌舞来代替人生 之前的视频中我们聊过商朝血腥的人际习俗 商人有着浓厚的鬼神信仰 他们认为喜怒无常的诸神主宰着人世间 和神 山神 石神 树神 日月 星辰 都是商朝人膜拜的对象 同时他们又极其崇拜自己的祖先 在商人的观念里 他们的祖先死后会升上天堂 来到神的身边 并随时监视和保佑着地上的子孙 对人间降下祸福 在祭祀活动中 人生是最高规格的祭品 祭祀规模越大 要线上的人生数量就越多 可商王地心似乎想要悄悄地取缔商朝的人际传统 实际音本记中列了地心这么一条罪状 是诗涓作新银声 北里之舞迷迷之月 后世普遍将这认为是地心沉迷歌舞酒色的证据 但有考古学家和史学家研究史料后发现 地心可能是想要用祭祀歌舞来取代人生 专家的这种猜测并不是没有依据的 地心时期的一片甲骨捕词上写着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的大意是说 地心捕获了一批稀土战俘 但他并没有把战俘杀掉当做人生 而是组织他们表演了西方胡人的歌舞 来代替原先的祭祀仪式 歌舞包含有男女国体奔竹的情节 这其实是起源于上古中亚地区的一种祭祀舞的 被称为朱黎之舞 朱黎之舞也许就是后世相传的 昼王地心在九池肉林中与宫女们国体追逐的真相 考古学家胡厚轩在迄今为止发现的 154600片殷商甲骨中 找出了1350片与人际有关的骨片 统计出了整个殷商时期使用的人生总数是 14191人 殷商时期的历代君王所使用的人生数量分布是非常不均匀的 出人意料的是开创了武丁盛世的商朝明君武丁使用的人生数量竟然是最多的 为9021人 武丁一生共举行了673次使用人生的祭祀 最夸张的一次竟然用了500个活人作为礼物献给自家的祖先 而被史上称为最残暴的君王的商咒王 以及他的父亲弟姨加起来也只使用了104个人生 然而咒王地心压缩祭祀规模减少祭祀牺牲的做法 却在讨伐他的席文牧师中成了他的罪状之一 和地心一起被污名化的还有他的妃子达己 提到达己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一定是王国妖女 《业女传》中说咒王地心为博达己一笑发明了袍洛之行 《实际》中说达己听说少师笔干有七巧玲珑心 好奇这传言是不是真的 于是怂恿咒王地心将笔干的心抛出来而官职 明朝小说《风神演义》更是将达己塑造成了狐狸精的形象 说他抛笔干的心是因为自己得了重病 需要用七巧玲珑心做药眼 妖孽达己还因为好奇路上偶遇的一位孕妇怀的是男胎还是女胎 竟然发明了抛腹关胎 达己的种种罪状可以说是人神共愤 可是这些记载都是真的吗 达己这个名字第一次在史书上出现 是源自成熟于战国初期的国语 国语禁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说晋献公罚黎戎大胜而归 还带回来了一个美人黎姬 为庆祝战争的胜利 晋献公在宫中大摆宴席 但是主管占卜事宜的大夫史苏却是愁眉不长 宴会结束后史苏跟朝中同僚说了这样一段话 昔日夏节罚有师 有师把美人媚喜献给了夏节夏王了 后来昼王帝心罚有苏 有苏把美人打己献给了昼王伤亡了 到了西周周幽王罚有包 有包把美人包四献给了幽王西周王了 今日我竟怕是要布前人的后尘啊 就这样媚喜打己包四离击 成了史上最有名的四大妖妃 可问题是晋献公与史苏是春秋时期禁国人 他们所处的年代距离商朝灭亡 已经过去三百多年了 史苏又是怎么知道 商周王枕边有这么一个 之前从来违背提起过的美人呢 史苏的这段话给打己恶名的传播起了个好头 此后打己王国妖女的形象 开始在各类史料中鲜活起来 到了距离殷伏灭八百年之后的司马迁笔下 这个故事就已经变成了商周王宠溺打己 二人整日流连于酒池肉林 夜夜上演群战大片 又过了一百年 猎女传将打己描绘成了残害忠良 祸害朝纲 以袍罗之行取乐的轰颜祸水 最后一部封神演绎 彻底完成了对咒王地心和打己的全面妖魔化与普世化 那么打己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过 又是否真的深受咒王的宠爱呢 于国语成熟于相近年代的竹书纪年上也有记载说 地心执政第九年时 法有苏并带回了有苏式美女打己 所以打己大概率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 但是竹书纪年中对打己的恶行却只字未提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 地心一共执政三十年 如果竹书纪年中记载的打己 入商朝后宫的时间点是准确的 那么地心就是把打己纳入后宫之后 又做了二十一年的商王 如果地心真的这么宠爱打己 在这此后的二十一年间 为什么没有关于打己的任何甲骨补词呢 而左传中记载 地心是在公元前1047年 也就是商朝灭亡的前一年 出兵攻打的有苏式部落 并带回了打己 如果这个时间点是准确的 彼时地心已经年过60岁了 打己就算再怎么貌若天仙 这一年的燃琴岁月里 又能跟地心折腾出什么水花呢 更何况这一年的时间里 地心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征战的 事实上很多严肃的史学家 根本就不屑于去考证 打己是否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 因为商朝的灭国本来就与他无关 他只是不幸被后世文人选中 成了用来教育君主远离 令人头脑发热的爱情的抓手而已 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会问了 不对呀 武王伐咒的习文墓士中 虽然没有提到打己的名字 但确实是说到了商咒王 为复言适用呀 其实为复言适用 不是商咒王地心一个人的毛病 在周人眼中 这可能是历代商王的通病 从殷须出土的文物 以及甲骨补辞中 考古学家们发现 殷商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其实是很高的 以商王武丁的妻子富豪为例 作为王妃的她 可以直接参与国家大事 能征兵组成军队 并作为主帅征伐敌国 不仅仅是富豪 商朝有一批女性 或在地方担任长官 或驻守边防保家卫国 但是到了商朝末期 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生产资料 被男性掌握 女性的地位逐渐下降 周朝建立之后 男尊女卑的风气开始盛行 女性沦为了男性的附属品 也怪不得周五王会认为 为复言适用是一项罪行 聊完了打解的污名话 我们再来顺便说一下笔干之死 小时候看《风神榜》 曾被笔干被抛心的情节 深深震撼到 其实最先提到笔干死因的文献是《论语》 《论语》《威子》篇中说 威子去之 姬子为之奴 笔干见而死 也就是说笔干是因为向地心觐见而被地心杀死的 但是论语中并没有提到剖心的情节 居然后来在《处词天问》中说笔干是被投河溺死的 《诗语》中又说 周王地心淫乱不止 笔干数次觐见 地心都不听 最后笔干以死相争 周王和打解又因为好奇笔干是否有蹊跷玲珑心 于是剖心观之 我在查资料的时候还看到百科中说 笔干是死于木野之战前夕 木野之战是周灭商的一场战役 商周大军对之于印度附近的木野 当时笔干好心劝笔干 说不要贸然出城迎敌 要死守印度 但或许是因为笔干酒精沙场太过于自信 或许是因为笔干不信任笔干 认为他是威子喜阵营的人 最终笔干并没有采纳笔干的谏言 并以慢君之罪处死了笔干 不同的资料对笔干之死有不同的说法 那笔干究竟是怎么死的 上个世纪考古专家在河南省新乡市 发现了笔干墓也叫做笔干庙 墓碑之中藏着一条惊人的线索 说笔干是死于公元前1029年 我们知道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 商朝是灭亡于公元前1046年 这也是末代商王帝心自尽的年份 和这笔干比周王帝心还多活了十几年呀 虽然墓碑上的年份 可能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的年份有所不符 这也不能作为商周王没有杀笔干的铁证 但至少是一个疑点 我个人认为笔干因谏言而死可能是真的 但被抛心的情节大概率是后世 在污名化地心和打几时杜撰的 关于地心的结局 我们在之前的多期视频中都曾经提到过 周五王伐咒发动了墓也之战 商军战败 地心登上露台复活而死 很多人都认为在此之前发生了一个历史事件 游礼之囚 是促使周五王起兵伐咒的重要因素之一 实际因本纪和实际周本纪中讲述的 游礼之囚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九侯恶侯和西伯姬昌 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 是镇守商朝边关的三公 三公之一的九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 她把自己的这个女儿献给了商周王帝心 可这个女儿虽然漂亮却生性冷淡不好淫荡 地心一气之下就把这个女儿给杀了 九侯知道之后当然不乐意了 就找到地心去理论 可地心一气之下竟然把九侯做成了肉酱 三公之一的另一公恶侯 我觉得地心这样做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也跟地心吵了起来 结果也被做成了肉酱 现在三公只剩下西伯姬昌了 姬昌只是默默叹了一口气 可还是被人告发到了地心那里 地心就把姬昌给抓了起来 求于印度的监狱游礼 这一求就是七年 在此期间姬昌推演出来了流芳百世的周易 所以后世有句话是文王居而演周易 七年之后 周族部落将大量奇珍医保和美女马匹 献给了地心 地心这才放了姬昌 帝王世纪还添油加醋的说 周王地心把姬昌的大儿子博伊考 也做成了肉酱 还逼姬昌吃下 姬昌忍痛食子肉后 周王还得意的说 看吧 谁说姬昌是圣人 吃了自己的儿子都不知道 正是伤周王残暴的行径 迫使周族人起了减伤之心 这个故事虽然充分体现了 周王昏君的本质 但最大的遗憾是拉低了史书的智商 如今不少史学家 身把史书中的细节之后 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 有理之求的真相 首先三宫之中的二宫 被做成肉酱的故事 就是纯属胡说八道 这个三宫制度就是地心首创的 他刚刚继位 就把三位外姓诸侯封为了三宫 放权给他们 让他们自愿拱卫王室 镇守边关 后来和周族一起出兵伐咒的一共八个部落 每个部落都是殷商王室几百年间的宿敌 而这八个部落中既没有九猴的人马 也没有恶猴的人马 试想如果商周王帝心真的把九猴和恶猴做成了肉酱 这两个部族又怎会不对商王室群起而攻之呢 其次周王帝心把姬昌的长子博一考 做成肉酱的情节 大概率也是后世胡编的 《时机》中对博一考的记载非常的模糊 只提到了一个名字 《时机馆菜世家》中说 周五王激发有同母兄弟十人 长兄叫博一考 但博一考因为才能不及弟弟激发和激书蛋 一开始就是个被放弃的对象 周温王姬昌去世之后 次子激发继位 视为周五王 而此前博一考就已经死了 至于怎么死的实际没有说 有史学家猜测博一考 可能是死于起源于上古社会的 十长一地风俗 莫子与列子中都有关于这种习俗的记载 十长一地风俗最早出现于母系社会 向父系社会过渡之际 在母系社会 子女知其母而不知其父 女子可以在婚前与多名男子发生关系 即便后来父权逐渐崛起了 两性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 女人仍然可能在婚前 与其他男子发生关系 那么男人就不能确定 他们婚后的第一胎是不是自己的孩子 所以就干脆杀掉长子而移地 当然了 关于博一考死于十长一地 风俗的猜测也仅仅只是猜测而已 那么既然三宫之中的二宫 被做成肉酱的故事是杜撰的 周王地心囚禁周文王姬昌的 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答案就藏在机舱被囚禁的 十长七年这个数字里 地心在位期间为抢夺青铜资源 平定东夷作乱 曾多次御驾清征 左转中用昼之百刻来形容 地心的战无不胜 殷商时期的青铜资源 就相当于今天的石油资源 农业生产需要用到青铜器 带兵打仗需要用到青铜器 青铜资源是与一个部族 或者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直接挂钩的 考古研究证实 商王地心时代存在着一条 被称为金道西行的铜料运输通道 这条通道从殷商一直通往 盛产青铜的南方部落 大致分为了东西两路 西路从河南南洋 走向襄阳早洋再到隋州 早洋到隋州在古代是 著名的隋藻走廊 商王武丁时代就是 沿着这条路线到达金楚 蒸伐了青铜冶炼基地大雍国的 但这条青铜之路实际上还在向前延伸 连接着铜资源更加丰富的 湖北大野铜绿山的铜矿 东路从中原向东南进入淮河流域 这也是商王武丁征伐大鵬国的路径 但鵬国并不是它的终点 它又向前继续连接着安徽的铜陵 以及更远处的江西九江的瑞昌铜矿 商朝从武丁时代起就占据了大雍 所以金道西行的西路 一直都是比较稳定的 到了地心时期随着东移部落的崛起 金道西行的东路被东移控制 青铜原料从东线流往中原的道路阻塞了 为了疏通金道西行的东路 商王地心一共发动了三次东征 第一次东征发生在地心十年 但战前准备工作从地心九年就开始了 甲骨文地心十四伐人方 记录了就是第一次东征前的甲骨占卜结果 第二次东征发生在地心十五年 两次东征共历十七年 正好是周温王鸡昌被求有礼的失常 地心囚禁鸡昌的真正原因 会不会是为了稳固后方 防止周部落在他东征期间整出什么幺蛾子呢 司马迁在实际中说 是周部落的人到处搜集了奇珍一宝 美女马皮献给地心后 地心见色起意见钱眼开 说到这中间的任意一样东西都足够我放了机舱 更何况你们拿来了这么多 机舱这才获释的 可地心如果真的是这么爱贪小便宜的人 周部落早点贿赂他不就完了 何必要等七年才把机舱给赎回来呢 事实上这七年正是地心安心东征的七年 东征告一段落作为人质的机舱获释是情理之中的事 而地心真正看上的并非周部落献上的那些奇珍一宝和美人 而是他们让出的洛西之地 史记中说西伯乃献洛西之地 周部落已经拿出了继续臣服于商的最大的诚意 地心拥有什么理由不放人呢 作为还礼 地心还赐予了西伯机舱象征伐之权的公使战俘 机舱被求有礼的七年之间 地心也没有为难他 这点从他能够顺利推演出周易中就能看出一些端倪 周易是一项极富创新性极其复杂的智慧工程 仅靠机舱一人守着一堆枯草是不可能整理出来的 周易的完成需要大量资料的辅助 甚至是多名助手的帮衬 这也足见有礼之求期间 地心给机舱提供的环境是宽松且舒适的 公元前1056年 机舱在回到自己的领地多年后刻然尝试 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机舱在生前起过减伤之心 但是他的儿子周武王激发却与父亲不同 机舱离家七年 周部落群龙无首 关中平原被诸多游牧部落成心蚕食 周武王激发年幼时 曾经目睹过周部落作为仅次于商朝的第二大经济体的繁荣 后来祖父激利被商王文丁软禁后 克死他乡 如今周族又在衰落 面对殷商的一家独大 周武王激发自然心中五味杂陈 公元前1047年 木野之战发生的前一年 迪心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发动了对东夷部落的东征 战士照例取得了多场战役的胜利 次年初迪心巡视完前线 犒赏了英勇的将士们后 自己带着少量卫队先行返回了印度 此事未经声张但还是传到了大哥同时也是政敌的威子启的耳朵里 威子启得知印度空虚之后觉得这是除掉弟弟弟弟心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就上演了 《史记英本记》和《史记周本记》中都记载 因之大师少师抱着乐器投奔周人 这是威子启在差人给周部落送情报呢 周五王得知了印度空虚后 这才率众诸侯伐咒 此时商朝的大军都在东南方向 想要回到印度至少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 印度只有少量的王室禁军把守着 或许是源于酒精沙场的自信吧 帝心并没有选择死守印度 而是在慌乱之中组建了临时大军迎战 吕氏春秋贵音中还记载 关键时刻帝心信任的大臣焦阁也出卖了他 牧野之战前夕 焦阁与周五王密会 周五王让焦阁按约定的时间 把周五王帝心引到了牧野 公元前1046年1月28日腐朽 商周大军在牧野开战 一开始威子启率领商军与周军展开了对决 突然之间他一声振臂高呼 部分提前被他买通的 对帝心怀恨在心的商朝贵族军队 纷纷倒戈 和周军一起杀向商王帝心 这段历史在《荀子丞相》中有隐约的记载 威子启原本是想借周五王之手除掉帝心 然后自己取而代之的 只是没想到 殷商的气数也在牧野之战中被耗尽了 商军惨败之后 威子启持商王室宗庙礼器 弹露上身 双手捆腹于背后 跪地七行 左边有人牵羊 右边有人禀毛 向周五王请罪 这一幕被记录在了《史记》 宋威子世家中 后世儒家常常把牧野之战奉为是 以智人乏智不仁忍者无敌于天下的经典战役 周五王代表的自然是仁义的一方 他是民心所向 所以兵不血刃就获得了天下 但上书五成中的血流飘楚四个字 无情地戳破了儒家的谎言 牧野之战就是一场 牧楚都能飘在血水之上的 血流成河的战役 杂史一周书中记载 牧野之战中被杀死的 印度旧民超过18万 被俘虏为奴隶的有33万 这种大规模的屠杀 说明了印度的百姓并没有背叛地心 他们全部都投入到了 与周军的殊死搏斗当中 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冲 也在其著作《论行》中说 所谓的兵不血刃 不过是后事 为了凸显周五王的美德 而编造的说辞罢了 伤亡地心在王朝覆灭的最后时刻 他用尊贵的青铜酒气 喝下了人生的最后一杯美酒 登上露台放了一把火 坦荡赴死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设计 不管地心此前有怎样的功与过 这一刻他都是个真正的王 地心死后不久黑化 他的政治工程就开始了 很多人可能都以为周朝是抹黑地心最严重的 其实不然 西州东周时期地心的形象还没有与荒淫暴虐挂上钩 他的罪行无非也就是上书墓室里的那几条 听女人的话不好好祭祀任用平民做官 但东周灭亡之后 商朝移民早就不在了 商文化也消失在了历史的洪流当中 此后史学家手中的笔就开始妙笔生花了 近代史学家顾杰刚专门写了一篇详细考证抹黑地心工程的文章 文中统计出地心的罪行在战国时期增加了20项 西汉时期增加了21项 两近时期又增添了13项 传说中的咒恶不过是世代累积的结果 而且时代越靠近近代 商咒王的罪行就被累积的越多也越不可信 举一个层层加码的例子 最早上书中只记载了咒王帝心爱喝酒 但到了战国时期 韩非子就将帝心的这一嗜好描述成了 绝深池霸百姓奸迷财货 至于这深池里究竟藏的是酒还是财货 没说清 是李氏春秋正式提出了酒池这个概念 以糟为丘 以酒为池 肉谱为格 酒池里不但有酒还有肉 到了西汉 史记中描写的画面就成了这个样子 帝心以酒为池 玄肉为林 在酒池肉林间与宫女们国体追逐嬉戏 不愧是司马迁也 寥寥数笔 昼王荒淫油腻的形象就生动了起来 只能说不会编故事的文学家不是个好使官 再举一个例子 帝心奢迷生活的标志 《露台》 史记中说 帝心加重百姓的赋税 以充盈露台里自己的小金库 司马迁笔下 露台还只是帝心用来存放财物的地方 但是到了刘相所编写的心绪中 露台就成了其大三里高千尺 凌望云雨 要知道埃法尔铁塔不贵 也就三百米出头 殷商古人就已经能够建造 一千五百米长 近两百米高的巨型建筑了 他们的生产力是有多惊人啊 这还没完 到了西晋年间成熟的帝王世纪 露台一下子就变成高千丈了 我们就按照周代的渡量横 即一丈等于1.68米来换算吧 帝心的露台比泰山的海拔还要高 他每天想要到露台上去享乐一下 还得爬个泰山 这身体真是够好的 其实从古至今一直都有人怀疑 伤咒王是否真的如传说中的那般暴虐 春秋时期 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曾经说过 是天下人把所有的坏事都放到了咒王身上 毛泽东也曾经评价咒王帝心 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 他经营东南 把东鱼和中原巩固统一起来 在历史上是很有功劳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 每一个王国之君都不可能无缘无故的王国 帝心也绝非完人 连年的东征虽然维护了 金道西行的青铜资源通道 但也损耗了国力 使百姓疲累 帝心还刚愎自用 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否则他也不会贸然到木野迎战 结果换了个国破家王登台自焚的结局 如果说传统史籍是从周人的视角出发 抹黑了商咒王的话 那么这期视频又何尝不只从商人的视角出发 对商咒王的一次洗白呢 其实历史就是这样 没有对与错 只有立场 真相早就在周人立场和商人立场之间 变得模糊不清了 一切只取决于你看问题的角度 但这不也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吗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期节目见咯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是小屋 欢迎上动物托邦 美国版知乎上有这样一个热门问题 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 确实在很多西方人眼中 中国人都是没有信仰的 这个问题下面有一个高赞回答是这么说的 同样是解释史前大洪水 西方人说是上帝看到了人间的恶 降下了天灾惩罚人类 又怜悯一人诺亚一家 于是让他们制造了诺亚方舟躲过了洪水 最后上帝息怒洪水退去 可东方人却说是一个叫做滚雨的人 带领人们艰苦奋斗在抗洪一线 最后终于战胜了自然灾害疏通了洪水 同一个上古神话的两种不同解释 代表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信仰观 即使是在神话故事中 中国人也是相信人定胜天的 还有西方人认为中国人不信神 是因为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因为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是强调无神论的 但是这种说法其实是把事情的因果关系给搞颠倒了 正是因为中华文明独特的历史和文化 才使这里成为了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无神论得以发展的沃土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 中国人不信神背后的故事 熟悉中国神话的人其实都知道 在中国是有很多神奇的 从本土道教的玉皇大帝太上老君 到柏来品佛教的如来佛祖释迦牟尼佛 有负责生育的宋子观音 有负责宋钱的财神爷 有负责温饱问题的造王爷 还有负责一片地区民生设计的土地宫等等 但是在中国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和在西方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能理解了 西方人祷告的时候可能会说 祈求上帝赐予我力量 愿我能够顺利度过这次难关 感谢神阿们 杜劫成功 西方人会想上帝果然保佑了我 杜劫若是失败 西方人可能会认为 一定是我这段时间做礼拜不够认真 是我心不够成 而中国人求神拜佛之后 如果愿望达成了会去还愿 一般会采取放生或者是捐赠的形式 但如果愿望没有达成 是不会惯着神明的 天下寺庙多的是 何必单恋一尊佛 所以中国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更像是一种交易 一种互利的形式 人敬畏神 供奉神 可神也必须为人服务 各路神仙在自己的岗位上 各司其职 需要按时按量完成KPI 光受供奉 不为百姓消灾解难 那对不起了 即使你是神明 也得接受社会的毒打 经典动画电影《哪吒》中不就有这么一句台词吗 在中国华北地区还有一种特殊的习俗叫做晒龙王 如果当地九旱不降雨 村民们就会趁夜深人静的时候 跑到邻村 用轿子把龙王庙里的龙王像给偷偷抬出来 运回本村 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暴晒 让龙王看看民间的苦情 至于为什么要去偷邻村的龙王像 可能是因为要直接对本村的龙王像施暴 村民们多少还是有点顾忌的 晒龙王还不是最离谱的 根据民国野史的记载 粗鲁浩色的军阀张宗昌还曾经炮轰过龙王 话说有一年济南大汉 百姓都聚集在龙王庙前起雨 作为一个凶无点没的武夫 张宗昌本是不信这一套的 可身为地方长官他又不能不装装样子 于是他便命人在龙王庙设谈 准备亲自前往求雨 百姓们听说之后都非常高兴 一早就赶到了庙里 想要一睹青天大老爷起雨的过程 可是谁承想张宗昌到了庙里之后 他既不碾香也不祈祷 而是跑到了龙王像跟前扇了龙王几个巴掌 边扇还边嘴里满口喷粪 完事之后还引了一首诗 说玉皇爷爷也姓张 何必为难张宗昌 要是三天之内不下雨 先扒了你龙王庙 再用大炮轰你娘 龙王 你是什么龙王 你是管什么的 龙王管的是风调雨顺 郭泰命啊 你三个月不下雨 你什么龙王 你是二龙王 我告诉你 三天之内再不下雨 我在前方山用大炮 蹦你个 你还不信 这波骚操作直接给周围的百姓给看懵了 就这么得罪龙王 这下雨肯定是没戏了呀 不出所料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依旧艳阳高涨 到了第四天 张宗昌直接命炮兵团 在千佛山上安放了十九尊山炮 然后一声令下 大炮齐齐地向天空轰炸 张宗昌这时要端了龙王的老巢了 不知道龙王是不是真的被炸怕了 不一会儿倾盆大雨果真从天而降 张宗昌的这一壮举 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被人们称为是文之未闻的囚语术 后来有专家们推测 张宗昌可能是无意之间实现了最早的人工降语术 与龙王的待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位于四川乐山市民江东岸的一座大弥勒石像 这座被称为乐山大佛的石像 位于大渡河清一江民江的交汇之处 是世界上高度最高的石像佛 他开凿于唐代开元元年 也就是公元713年 完工于真元19年即公元803年 先后历经三位负责的历史一个诗迹才完工 完工后佛像不仅被定期维护 到了现代人们还会用高科技手段 每年为佛像做深度体检 乐山大佛有这个待遇 并不是因为国人信弥勒佛多过于信龙王 而是因为乐山大佛实打实的 为一方水土做出了贡献 乐山位于三江汇流之处 水势异常凶猛 大佛被修建之前 这里常常发生传毁人亡的惨剧 为减杀水势唐代开元元年 乐山陵云寺的海通和尚 开始主持修建佛像 佛像的悬址 位于三江汇流而产生的漩涡处 依山而凿 建造过程中填埋的泥土 有效对水流进行了缓冲 使水绕石而流 从这种角度上来看 乐山大佛实际上是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 只可惜佛像修建到肩部的时候 海通和尚便因为过度疲劳而去世了 后来工程经过了数次停工和复工 终于于公元803年完工 以上这些中国人对待神奇的势力 似乎都说明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中国人拜神为灵式信 甚至是让人永生的春歌 和有锦里体制的杨超越 都能够成为被人人转发的好彩头 灵不灵的那是后话 先转发了再说 不灵的话再转一轮别的就是了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 无事不登三宝殿 心中有所求就找个庙拜拜神 如果愿望实现了那就去还愿 此后人神两不相欠继续互不打扰 如果愿望没兑现 那就再换一家庙再另请高明 这种充满实用主义与神做交易的 独特信仰模式是西方人所无法理解的 所以在西方人眼中 中国人都是敬神但是不信神的 当然了少数有虔诚宗教信仰的中国人除外 我曾经在B站上看过一支视频 某位朱仁明up主说 中国人不信神是因为汉字 因为汉字是象形文字 而西方文字是表印文字 表印文字更容易记载一个 无法被看到的抽象事物 只要给每一位神创造一个读音 什么宙斯了盖亚之类的 那么每个会发这个音的人 都能对神达成共识 即使大家心中的神长得并不一样 可是象形文字是画不出来一个能让所有人都信服的神的形象的 所以汉字体系就决定了 在中国是很难产生一个统一的严格的宗教信仰的 这种思路非常的新颖 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来思考中国人的信仰问题 可是我个人认为 汉字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人不信神的根本原因 因为要知道早在三千年前的商朝 我们的祖先对鬼神的信仰和崇拜是几乎达到了风魔的程度的 而这种信仰体系在一场商周神战之后彻底土崩瓦解 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商朝又称殷商 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 也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的王朝 商朝的文字是甲骨文 它是当时商朝王室用于占卜济世的刻在龟甲或者是兽骨上的文字 自殷须发现以来 各地先后出土的有字甲骨共15万片 已经辨识出了5000多个甲骨文单字 这些字大部分都没有被破译 被破译出来的单字仅为2000多个 不过从这些被破译的文字当中 我们仍然可以一窥鄙视商人的生活状态 商文化有浓厚的鬼神信仰 其信仰的对象包含大自然的方方面面 和神山神石神树神日月星辰都是可以被商人膜拜的对象 他们的信仰体系有着万物有灵的萨满教的性质 在众神明当中地位最高的至高神叫做天帝或者叫上帝 提到上帝一词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基督教的专利 但其实在商朝的甲骨文中有很多与上帝有关的谱词 比如商王五丁时期的几条甲骨文谱词就是这么说的 上帝 降 汉 真 金 三月 地令 多语 在甲骨文的记载中上帝掌控着人世间的一切无形且无相 他可以命天下雨 命地震动 也可以驱使日月 星辰 山川河流等各种神灵 同时商人还认为他们的祖先死后会升上天与上帝相伴 通过祭祀祖先和各路神灵 他们可以得到上天的眷顾 通过占卜他们可以获悉神的旨意 商汤灭下之后 商朝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甲骨占卜体系 进而垄断了对神异的解释权 首先用于占卜的龟甲和瘦骨 都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轻易得到的东西 瘦骨多是牛的肩胛骨片 平时老百姓能吃一顿牛肉就已经很奢侈了 更不要说去获取大量的牛骨了 其次 龟甲占卜的操作非常的复杂 并非普通老百姓能够掌握的技巧 在得到一批完整的龟甲和瘦骨之后 商王会命人先把它们给处理干净 刮去表面的龟甲以便于灼烧和刻字 然后会在背面打凿出一些小洞 在占卜仪式中 商王和巫师会把事先处理好的甲骨给拿出来 对开凿出的小洞进行灼烧 不一会儿龟甲上便会出现裂纹 巫师就是通过裂纹的形状 以其骨头开裂时发出的声音来得出占卜结论的 至于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那就是只有统治者知道的秘密了 占卜仪式结束后 把补问的事情和结论刻在列文的旁边 一块甲骨补词就这么诞生了 垄断了甲骨占卜的方法 就相当于垄断了人与上帝沟通的唯一渠道 商王朝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巩固王权的 换句话说 商朝其实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王朝 占卜和祭祀催生了商王朝血腥的人际习俗 被商王当作祭品的人 还有一个学名叫做人生 生是生后的生 一个世纪以来考古人员在殷墟发掘出了数量惊人的人体骨架 一起出土的甲骨文显示 他们死于商朝血腥的祭祀典礼 在殷墟西北港亡陵东区 考古专家们发现了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的商王室祭祀场 2000多座纵横有序排列规律的祭祀坑中 埋葬着大量白骨 商文化所到之处 如河南掩饰商城遗址 郑州早期商代遗址 甚至北至石家庄稿城台西遗址 东南到江苏同山县秋湾的商代晚期祭祀遗址 都有发现大型人际场 这些遗址年代早晚不同 贯穿早商到晚商 说明人际现象并不是某位商朝暴君心血来朝的产物 而是一个时代的常态 关于商朝的人际习俗我们曾经在简商的那期视频中做过详细的解读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看 商王朝虽然通过垄断神权巩固了王权 但这条信仰体系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那就是巫师的权力被无限放大了 巫师作为人神沟通的桥梁与使者 有解释归甲占卜的能力 身份地位自然极其尊贵 有时候商王都不得不对巫师忌惮三分 商朝开国元勋 四朝元老宰相伊尹就是一位大巫师 他曾经放逐过商王太甲 相传太甲继位之初 不遵守商汤的疑训胡作非为暴虐无道 为了训诫太甲 宰相伊尹将其安置在了铜宫 让他面壁思过 几年之后 太甲改过自新后 伊尹才将其接了回来继续做商王 能把一国之君随意关禁闭 可见伊尹这位宰相兼大巫师的权力有多大 到了商朝晚期为了削弱巫师的权力 商王开始了对商人信仰系统 悄无声息的改革 至高神天帝越来越少的被当作祭司的对象 相反 祖先神的地位开始不断的上升 虽然商朝晚期也有出现帝字的甲骨补辞 但此时的帝已经不是天神的尊称了 而是商人对已故先王的尊称 帝祖合一的概念开始出现 商王室抬高祖先神地位的做法 巧妙的将商人的信仰 与王室自身的谱系联系在了一起 天神逐渐淡出神坛 人组的地位悄然上升 相应的人间的秩序也发生了变化 作为祖先神的直系后代 王室替代了巫师 成为了最能与神心有灵犀 一点通的人 王权再一次得到了巩固 然而福西祸索一 西边一个部落正在商王的浑然不觉中 逐渐壮大 这个部落便是州 刚才我们提到商朝的祭祀活动中 常常会用到人声 人声的主要来源多是奴隶或者是战俘 强大的商王朝也会要求周边的 陈属国定期纳贡 贡品中就需要包含人声 而商朝晚期纳贡最积极的部落就是州 州人是姬姓部族 发强于关隆地区 也就是今天的关中甘肃宁下一代 原本他们是游牧民族 商朝晚期当时的州族首领骨公胆腹 率族人迁移到了渭河流域的州园 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宝鸡一带 这里土地肥沃水草风貌 州人在这里扎下了根 并且投靠了东方大国商王朝 此后的近百年里 从骨公胆腹到棋子纪利 再到纪利的儿子后来的周温王姬昌 州族首领一直带领族人 充当商人在西部掠夺人生的血腥代理 当然州族也得到了相当丰厚的回报 在商人的扶持下 州族造田银舍建议铸城 也掌握了冶炼青铜的技术 后来鸡昌在与商朝贵族王室 打交道的过程中 还偷偷习得了他们的甲骨占卜之术 在陕西福丰周园发现的 鸡昌宅院遗址中 有一个秘密的地窖 地窖里出土了1.7万片 用于占卜的硅甲 可见鸡昌曾经在这里偷偷练习占占卜 这在当时可是极度僭越的行为 不知道鸡昌是否在当时 已经起了减伤并取而代之之心 而史料记载的促使周人 走上减伤之路的关键事件 是发生在公元前1060年左右的 游礼之球 当时鸡昌在周园一带的威望 越来越高 引起了商周王的猜忌 周王找了个理由 把鸡昌捉到了印都 关在了商朝的国家监狱游礼 鸡昌被抓之后 他的儿子们都急坏了 三个成年的儿子 长子博弈考 赤子激发激书弹 带上重金厚礼 赶到印都四处脱关系 向商周王求情 可没想到最终却换来了个 博弈考被杀的结局 帝王世纪记载 商周王还把博弈考 做成了肉羹 骗鸡昌吃下 鸡昌忍痛食子肉后 商周王得意的说 看吧 谁说鸡昌是圣人 吃了自己儿子都不知道 放松了警惕的商周王 放了鸡昌一行人 鸡昌带着惊悚悲痛与决心 与剩余的儿子们 一起回到了故乡周园 并且开始了他们的减伤大业 可商王朝当时代表的不仅是王权 还是神权 是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仰 想要灭掉商朝谈何容易 不过好在鸡昌已经利用 被求游礼的几年时间 研发出了一种秘密武器 那就是周易 听到这儿大家先别笑 你以为周易只是占卜工具吗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它其实是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 周易64卦与甲骨占卜 有着很大的不同 甲骨占卜往往只针对 某一具体事件 而周易64卦推演的 却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 小到为人处事 大到治理国家 万事万物都可以用周易来解释 一切事物都是无常和可变的 急与凶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就拿太卦和匹卦来说吧 太卦反过来就是匹卦 匹卦反过来就是太卦 代表世间任何事物 都有另一种相反的存在形式 一切也可以颠倒重来一遍 商族曾经非常弱小 但他们后来灭掉了夏 建立了强大的商王朝 这个过程同样是可逆的 目前强大的商朝也有可能被推翻 与单纯预测某一事件 急凶的甲骨占卜相比 周易不知道高端了几个档次 最重要的是周易 比甲骨占卜更容易普及到基层 甲骨占卜依靠 龟甲兽骨这类寻常百姓 难以获得的材料 占卜方法更是神秘莫测 而周易是一种理论 一种思想不依赖于某种特定的占卜材料 更容易被普及到民间 公元前1046年初 机昌的儿子周武王激发 率四万五千士兵 在牧野与商朝的七十万大军 进行了一场决战 史称牧野之战 周武王以少胜多 商周王惨败后登上露台复活而死 论横记载 武王出兵伐咒之前 为鼓舞军队士气 曾经火烧龟甲进行过占卜 不料结果却是大凶 军师江子牙得知此事后 急匆匆地赶过来 砸烂了龟甲 怒斥说道 枯骨死草何之而凶 最后的结果也确实是 武王伐咒成功 这件事标志着商朝这个神权时代 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那么武王逆天而行 还能够取得成功的秘诀 究竟是什么呢 小时候我们在历史课上 听到的说法是这样的 商周王的数十万大军 都是用俘虏和奴隶凑的数 被周王临时拉到了战场上 两军即将交锋之际 商军内部突然发生了军队化变 大量士兵临阵倒戈 吊转兵器开始攻打商人 周武王兵不血刃 大获全胜 因此木野之战也常常被后世儒家 奉为以有道伐无道 有道者必胜 以至人伐至不仁 仁者天下无敌的经典战役 可是仔细研读史料后 我们会发现事情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 上书武成用了四个字来形容 木野之战 雪流飘楚 意思是雪流成河连木楚都能飘起来 周武王如果真的这么得民心 蒙偶不战而胜 又何以雪流飘楚呢 结合正史也史的内容 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故事 商周王继位之后 他与大哥威子启之间的关系 降至了兵点 威子启虽然是庶楚 但是是长子 他认为继位的人应该是自己 当时商朝的太师姬子和少师笔干 都是支持威子启的 实际中记载了一次 威子启和姬子以及笔干的对话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威子启看弟弟商周王不顺眼 自己又没有机会取而代之 抑郁的想要自杀 于是便去找他的两个叔叔 即太师姬子和少师笔干吐苦水 姬子给长职威子启的建议是 现在国家很乱 你是老大不能泄气 四爷要等把国家治理好了再死 还是先回去自己的封地 隐忍几年吧 此后姬子和笔干 由于站到了长职 威子启这一阵营 很不受商周王的待见 姬子索性开始装疯卖傻 退隐庙堂 日日以弹琴为乐 公元前1047年 木野之战发生的前一年 商周王为平息东夷部落的作乱 发动了最后一次东征 战事照例取得了多场战役的胜利 四年初商周王巡视完前线 靠场了英勇的将士们后 自己带着少量卫队 先行返回了印都 此事未经张扬 但还是传到了大哥威子启的耳朵里 威子启认为 印都城中空虚 这就是个除掉商周王的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于是第一时间 他就找到了自己装疯卖傻的 叔叔姬子商量 接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史记英本记》和《史记周本记》中都记载 是威子启差人给周人送情报 周王得知了印都空虚 这才率众诸侯伐咒的 慌乱之中 商周王组建了大军迎战 《史春秋贵音》中还记载 关键时刻 周王信任的大臣焦阁也出卖了他 木野之战前夕 焦阁与周五王密会 周五王让焦阁按约定时间 把周王引到木野 这才有了周王兵败 登陆台复化而死的结局 焦阁究竟是被周五王给收买了 还是倒戈加入了威子启的阵营文 不得而知但是他背叛了商周王是不争的事实 杂史一周书中记载 木野之战中被杀死的印都救民超过18万 被鲁威奴隶的有33万 这种大规模的屠杀 说明商周王当时可能并没有被百姓背叛 全城百姓都自发加入了与周人的殊死搏斗当中 所以哪有什么不战而胜 木野之战不过是一场恶毒的军事政变罢了 威兹齐本来是想在武王伐咒之后 取而代之 成为商朝的新主人的 可是没成想 殷商王朝也在木野之战中耗尽了最后的气数 一直以来 威兹齐和焦阁都是被后世称颂为贤人贤臣的 可细想他们的行径与卖国贼又有何意呢 有意思的一点是 木野之战前夕 周武王集结完联军之后 发表了一篇讨伐商周王的习文 也就是被传出后世的墓室 按照古人的习惯出世不可无名 墓室中隶属了商周王的种种罪状 其中有三条是 太听女人的话 祭祀不认真让老百姓做官 这与被后世所塑造的商周王的恶行恶状 相差的何止是十万八千里 而且按照基金的标准 这还真的都不是什么缺点 关于暴君商周王的历史真相 大家有兴趣听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让我知道 我另起篇章再跟大家聊聊 周取代商成为新的天下共主后 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来抹灭商朝残余的神权义士 推行周礼废止人际文化 还销毁了一切与人际有关的记录 华夏文明从尊神率明以世神的社会 转变为了子不与怪力乱神的社会 可以说商朝灭亡之后 中国就进入了无神期 随着商朝的灭亡 华夏子民对鬼神的信仰 虽然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但对祖先的信仰却被保留了下来 此后历代皇帝 名门望族动不动就会自我鞭策说 这么做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啊 直到今天很多大家族和名人 还一直在标榜自己家族的历史 有多么的悠久 很多富豪发家致富之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修祖谱 在中国最恶毒的骂人话一定是带祖宗的 而对一个人能做的最缺德的事就是刨人家祖坟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人祭祖的仪式不断被简化 但还是保留下来了一个传统 那就是逢年过节清明祭日都要给祖先烧纸钱 祖宗在阴间过得好 自然会保佑阳间的后代万事如意 中国人给祖宗烧纸钱这事儿 在外国还引发过一阵模仿狂潮 外国人还给中国名币起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名字 祖先钱 在YouTube上随便一搜就是一大把外国人拍摄的 如何烧名币的教程 一位来自美国的网友老K说 他给去世的父亲烧了不少名币和日常用品 甚至包括房子手机和新能源汽车 他说他不知道阴间是否真的存在 但是他老爹是被火化的 他想只有通过烧才能把东西送到老爹手上 还有一位名为Voodoo的网友 上传了一支题目很直接的视频 想发财吗 给祖宗烧钱吧 Twitter上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证实给祖先烧钱确实是能发家致富的 一位名为Ebony的网友 给死去的家人烧了几百万名币之后 重新拿回了经济救助 又交得起学费了 离开学校一年以后 他终于重返校园 Ebony把这一切都归功于给祖先烧了钱 另有高端玩家运用金木水火土五星元素 在家里搭了一个小祭台 摆上了祖先爱喝的酒 爱抽的烟 还有爱吃的炸鸡腿 一番仪式过后 最后将明币焚烧于香炉内 打开亚马逊购物平台 输入Ancestor Money 除了常见的天地银行版明币外 你还会发现很多美元版明币 真是没有想到将中国文化弘扬至世界的伟大理想 竟然被冥币给实现了 说了这么多 相信大家也发现了 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 而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世俗意义上的宗教信仰 信仰是信灵的寄托 而宗教往往会被统治阶级 当作控制人心的工具 以欧洲中世纪为例 那时教皇和教廷的权力是凌驾于世俗君主之上的 皇帝登基需要经过罗马教皇的正式加冕才算合法 这就奠定了欧洲教廷与王廷双重统治的政治体系 而在中国自周朝开始就是王权大于神权的 宗教可以被掌权者加以宣传 也可以被打压 这取决于该宗教是否符合那一时期掌权者的理念 他因为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也曾一度被奉为国教 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以后 也曾被不少帝王推崇 但不管是道教还是佛教 在中国历史上都不是存在感很强的东西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还曾经聊过 发生在北魏北周唐朝和后周时期的四次大规模灭佛运动 王权大于神权 决定了中华大地上不可能出现一个信众庞大的一神教信仰 这也给西方人造成了中国人没有信仰的错觉 相比相信一个虚无缥缈的神 千百年来的文化传承和历史 决定了中国人更相信有血有肉的祖先和近人士听天命的哲学观 好了今天就到这 我们下期节目见咯 拜拜 拜拜